香港将从3月1号起实施限制 携带奶粉出境的新政策 不过大陆深作海关这两天 已经先开始加强检查 并查口部分奶粉产品入境 中国近年为了分担都市人口爆炸 陆水新建了许多人造都市 但是过度的发展导致这些城市 房地产泡沫化 有的地方甚至不适合人居 造成中国许多城市沦为鬼城的荒诞现象 持续两天的大雾彻底扰乱了 上海港国际航行船破出入境计划 从25号18点到26号17点 上海港已经累计有将近200艘的 国际航行船破取消出入境计划 而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也有40余架次的入境国际航班受阻 今年新春期间 福建泉州东湖动物园发生两件命案 其因都是跟动物园种植的甲竹桃有关 不少游客摘树叶为是动物 造成草泥马和小熊猫罹难 草泥马就是羊驼 一个月前才入驻东湖 若若地下有只 恐怕也要大叫一声草泥马 新桃尔利亚特电视综合报道